再来看到降级之后的餐饮部分 华年县政府宣布餐厅内用与中央的做法一致 但必须落实正确的防御作为 包括两侧体温、食联制 除了饮食之外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日历警分局担心民众会因为疫情趋缓自行解封 特别派员前往餐厅宣导新的规定 希望民众不要掉以轻心 国内疫情趋缓连日来确诊人数下降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之前宣布 7月27号起到8月9号 全台降为二级警戒 华年县政府宣布餐厅内用与中央作法一致 但是仍需落实正确防御作为 包括维持入口量测体温 落实食联制 除了饮食外应戴口罩等等 日历警分局担心民众认为疫情趋缓自行解封 特别派远景前往辖内的餐厅宣导防御的新规定 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反局长陈维文说7月27号开始全国降为二级警戒 近日玉礼镇因为违解封后开始出现人潮 也呼吁民众外出的时候仍然要维持良好观念 务必全程佩戴口罩 尽量降低前往人多的地方 保持社交距离 降级并非解封 以不注意都有可能造成染疫的风险 聚焦高雙双预阵采访报道 聚焦高雙双预阵采访报道 聚焦高雙双预阵采访报道